二十大正式召开 习近平在时代发表了政治报告 当中三个部分就提到台湾的议题 包含对于过去的五年十年回顾 还有展望未来的工作 详细内容把时间交给若宜 好 讲到这个中共的二十大呢 在昨天上午的十点钟是已经开幕了 那么昨天呢 习近平也向大会来发表了政治报告 在回顾过去五年到十年之间 两岸关系的发展 习近平是表示呢 面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 还有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的严重挑衅 我们坚决开展反分裂 反干涉重大斗争 那么在这个涉台的部分呢 他昨天并没有提到一国两制 或是九二共事 也引发了高度关注 不过事实上呢 在这个会议之后 有发表了这个二十大的书面报告的全文 依然呢在这个报告上 有讲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还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以及九二共事 在这个报告涉台的部分呢 比起十九大上一届的时候呢 谈到这个涉台的部分呢 是更多的 那么在2017年呢 十九大的时候 当时习近平报告是表示呢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还有九二共事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加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还要实现两岸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 对照呢 这一次二十大的这个报告当中 关于这两岸关系之间的一些回顾啦 一些用词啦 还有一些重点 感觉上呢 是已经转移到了 把重点转到了这个反台独 反干涉 把台湾问题呢 整个镶嵌进入了国际的局势当中 那么昨天习近平口头上头 没有讲到九二共事 反而是加大力度谈这个反读 是不是有释放出什么样子的讯号呢 对此两岸的学者都提出了看法 那么在政大的教授黄奎波 他就认为说呢 口头没有提九二共事一中原则 不过书面文件仍然可以看到表示呢 中共的基本立场 应该是没有改变的 那么这个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主任 张伍玥就表示说 这个九二共事啊 不会因为口头上有讲 或是没讲有任何改变 因为两岸呢 没有九二共事 就等于大陆对台政策缺了一大块 无法透过大陆方面所讲的 民主协商方式来进行两制方案 跟探索和平发展了 那么在大陆学者方面呢 上海东亚研究所的助理所长 包成科哦 他就分析说 这个涉台报告口头没有提一国两制 没有提九二共事 主要原因呢 他认为是针对于当前的一个国际形势 还有台独的局势 口头说跟不说呢 都不代表大陆对台湾的政策出现了变化 九二共事他认为呢 依然是两岸的定海神针 外交认为说呢 这个大陆当局未来的对台工作 还是会继续促容 但是呢 是否会带着更多的经济制裁呢 例如说在禁止部分的农产品啦 或是鱼类的产品输入呢 我们来听学者陈一新教授的分析 大陆对台湾的 渔业农业产品的制裁呢 它有它的根据 并不是所有都制裁 真的要制裁的话 它停止ECFA 就是两岸这个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那就台湾就很惨 台湾每年会损失1000多亿 1700多亿美金 那这个是非常惨的 所以他因为每次呢 对大陆虽然叫嚣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他在陆委会呢 是可以说哀求的方式 希望大陆不要停止ECFA ECFA一飞掉了 台湾经济就 不只是可能排名在 四小融资最后一名 也可能呢 让台湾经济遭到很大的灾难了 所以这种目前的一些制裁 算是非常小儿科的 五年前跟五年后 大陆方面对台湾的论述 到底出现了一些什么改变呢 在这边帮大家整理出来了一个表格 19大跟20大中间隔了五年 谈到九二共事的部分呢 五年前四度的提及了 这一次呢 习近平口头上没说 只有这个书面报告上头讲了一次 另外关于这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部分呢 19大的时候是表示 是坚持方针 这一次呢 在20大上头 习近平说是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 而关于这个武力选项的部分呢 五年前其实没有明确的提到这个部分 不过五年后的现在呢 昨天习近平是表示 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还要保留一切的选项 那么在讲到这句话呢 上一次哦 中共在这个党代表大会 大党代会当中哦 报告提到这句话的时候呢 已经是2002年了 那个时候呢 江泽民在这个中共的十六大 也是进行了政治报告 这一次呢又再重提哦 平面媒体就分析说 这显示两岸关系是已经倒退 回到了20年前 那么昨天习近平是表示说呢 对台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接着呢 他先提到这个外部势力 然后才讲到这个台独分子哦 那是不是这个有凸显出 两岸关系发生了什么样子的变化呢 我们再来听学者的分析 其实他这个基调是不变 因为中国大陆 他是强调一个中国原则 一个中国原则呢 就是不排除使用武力 假如排除使用武力呢 就是美国的一个一中政策 不是一中原则 一中原则是不排除武力的 所以说这是美国和中国呢 基本的不同 所以双方的互相指责 也常常是鸡同鸭讲 那么既然是这个 不放弃武力的是一中原则的话 那中国当然可以这个考虑 使用武力或者不使用武力 看情况而定 看进展如何 所以说两岸关系的进展 要看整个情势的变化 那么当然他也警告美国这个霸权 因为外部就是特别 他是外部势力的头头 那么所以说当然也要警告 但他也替自己留了后路 中共这个前一任的官媒表示说 希望美国能够悬崖勒马 就是距离悬崖就几步路了 你再继续步步进逼的话 就可能导致两岸的战争了 面对台湾问题 习近平是表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对此呢 这个中广东长赵少康就表示说 两岸绝不能使用武力 一旦使用了就回不了头了 习近平说不使用武力 不是针对广大台湾人民 而是针对少数外国势力 还有台独分子 但是这个赵少康他就提出质疑了 习近平要怎么知道 他打的是台独分子 还是不是台独分子呢 毕竟这个飞弹炮弹是不长眼的 所以呢 无论如何两岸是不能兵戎相见的 赵少康也提到说 这习近平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所以呢 希望这个习近平把台独分子 也当成中国人 而既然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那谈什么动用武力呢 赵少康强调 本来呢 这个大陆觉得台湾不惹事 我就不想碰的 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那么台湾的问题没有那么紧急 我们台湾呢 不要自己把台湾变成问题 让这个北京觉得很紧急 必须要赶快处理的问题 面对中国这么的强大 没事去惹他做什么呢 这是昨天赵少康的一个回应 那么澳洲的前总理陆克文呢 也接受了CNN的专访 提出了他的看法 被问到说呢 如何看待习近平在20大的 这个政治报告当中大谈统一 而且把统一台湾的实现 压缩到更短呢 陆克文表示在他看来 统一台湾呢 不会在这十年内来发生 在我的认识 probably not this decade but he has said you can't achieve China's ultimate national goal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which is code language for becoming the preeminent regional and global power Xi Jinping has said you can't achieve that by 2049 his target date without bringing Taiwan back into Chinese sovereignty if you like at the largest and most expansive scale therefore we're now on a 27-year timetable my expectation is that he would want to be in a political military and financial and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position to do that in the early 2030s when he would still hope to be around but the clock if you like has started ticking unless the United States its allies in Taiwan can effectively bring about military and economic deterrence against that in the meantime and our next ATA get started and our nex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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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